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伦资讯 伴随着9月全新档期的开启 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大波新剧的定档和播出 这其中除了已经上线的长乐曲《流光影》外 人家伦、李兰迪主演的古偶剧《流水条条》 也是被确定会作为柳州记的接档剧上线额场首播 而根据目前额场的排播以及剧集预热情况来看 《流水条条》一经播出 或又将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并且在全员高颜值的阵容加持下 更是有望成为新的古装颜值天花板 根据高人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流水条条》 是一部总体量为50级的国偶剧 在融合了武侠、爱情、朝堂以及权谋等诸多元素下 讲述了潜伏梁国的男主未招 和出入江湖的少女江慈 在共同经历了种种危机后 在男二号陪演的帮助下 最终共同对抗反派的精彩故事 在一念观山的导演周靖涛的坐镇 以及鹅场S家级别的投入下 《流水条条》有着富丽堂皇 且极具个人特点的浮化道 也在原著作者萧楼的把控下 有着节奏紧凑 看点充足的剧情 更有着让人惊喜的动作戏呈现 从剧情到制作 都有着极高的水准 绝对是同题材作品中 各个方面实力都出挑的佳作 值得大家好好期待一番 当然了 除了剧情和制作外 人家伦、李兰迪领衔的演员阵容 显然就是《流水条条》的另一大核心竞争力 出演男主的人家伦 凭借着帅气阳光的外形 出色的演技 以及对于古装的超强驾驭能力 为我们奉献了诸多优秀的作品 周生如《顾礼周生辰》 《烈焰中的阿狗》 还有《玉交记锦衣之下》等等 每一部作品和每一个角色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次在《流水条条》中 人家伦则是解锁了全新的卧底人设 也是迎来了新的突破 除了一如既往帅气的古装造型 各种精彩的大戏和动作戏中的表现 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饰演女主江慈的李兰迪 则是新生带小花中的佼佼者 甜美出众的外形 可言可甜的角色形象 以及在瘦身成功后 越发美丽出挑的古装造型 都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喜爱 能在星诺宁成堂后 再度出演古装剧《女主》 并且合作的还是人家伦 对于李兰迪而言 显然又是一次新的挑战 在剧中以白色系服装为主的李兰迪 除了美出新高度的同时 对于角色的精准把握 以及与人家轮超高的CP感 无疑是让人眼前一亮 再加上余下的徐正希 高涵 张亚钦 朱元斌 张峰毅 温正荣 陶欣然 季萧斌和曹斐然 整个流水条条的阵容可以说是颜值 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 尤其是徐正希 高涵 张亚钦等一众高人气小花生的助阵 更是让整个阵容星光璀璨 十分的耀眼 毫无疑问 若流水条条真的能在九月迎来首播 那以剧集的实力和目前超高的热度 再加上人家轮过往的口碑 和超强扛剧能力 整部剧播出后 将有着极其出色的成绩上线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轮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